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最近呢有一部影集很红哦 就是呢 Disney Plus 上面演的 《艺能movie》 那么这一部片呢它来讲的就是 超能力英雄动作片啊 那么很多人看这个片之后就开始要问我说 哎 老师啊我到底有没有什么超能力啊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十二星座的 超能力 十二星座面临各种危险 特别是巨大的危险 你有什么特别的优点或能力 可以去解决它面对它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十二星座呢 其实强调的是一个圆形哦 原来的圆形态的形 所以呢有可能 你自己会有好几种哦 星座的圆形好几种能力的综合 或这个多点这个少一点是OK的哦 那我们现在聊聊呢 第一个白羊座的圆形哦 它的这个超能力 白羊座因为它是十二星座之首 所以它很擅长怎么样开头 如果今天大家呢遇到一个危险哦 不知道怎么办 没有勇气或害怕的时候呢 白羊座它非常的有行动力 就是我们来做 我们试试看 我们先想想看 比方说今天 你可以想象大家如果今天全世界面临了就是 开始僵尸化的世界 那白羊座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背起包包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出去外面找一台车逃走 或是我们要去这个外面超市拿一点东西回来 因为很多人可能躲在家里不敢出去啊 白羊座会觉得你要行动 所以白羊座的这个超能力就是速度感速度力很快 然后还有这个决断力要做不要做 呃不代表它真的没有危机意识啦 只是说呢他不喜欢待在现状 而且他会觉得我们做了之后才知道可以不可以啊 不行再调整就好对不对 这是白羊座很大的这种所谓的我个人觉得它的超能力 再来是金牛座 金牛座超能力的就是呢专注力跟持久力 简单来讲呢就很像鱼工移山 比方说今天大家遇到很大的危险 或是公司你听说快倒了对不对 那大家就没有新工作了 但是我告诉你金牛座它还是很悠哉 午餐时间去吃午餐 回来继续工作 然后呢准时下班 因为对他来讲这个当一天和尚撞一天中 该解决该做都要做 我把我该做好的做好 那之后怎么样再看看 所以金牛座它有一种可以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一定要把它做好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金牛座呢还有一个特别能力叫做资产力 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危机的时候 你很慌的时候他会先想 诶那我家的粮食存粮够不够 诶我的存款够不够 然后我怎么样他觉得他的钱够了 这个有房子住了 然后呢这个食物够了 安啦 只要没有危及到他的这个食衣住行 那么他都会很安在 如果有他会想办法解决这些基本的需求 这个是金牛座非常棒的地方 再来呢是双子座 双子座的超能力呢我觉得就是消息力以及呢散步力 如果呢大家今天遇到了一些危难 麻烦巨大的挑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 双子座他的消息灵通 他会想办法找到 我的朋友朋友谁谁谁在哪里怎么样怎么说 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 他的情报力非常非常的好 即便他不知道他都有办法 透过人际的连结去询问出来 然后呢他可以这个举一反三 或者是马上现学现卖告诉大家 另外呢如果一件事情 比方说今天大家产品卖不出去 对大家都很苦恼 双子座他往往会有消息的散步力 他知道怎么样把讯息告诉一些人 他们会散步出去 所以你一件事情想要让很多人知道 那么或者是可能因为一些事情 大家不知道而有危机 那么你找双子座就对了 因为他会把这些事情 想办法透过跟外在的连结 慢慢的找到答案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另外呢双子座也有一种特质 就是不老力 就不容易老化 所以呢当到危机的时候 大家很紧张的时候 可能讲笑话装赏 然后这个让大家开心的就是他了 再来看到的是巨蟹座 巨蟹座呢它的超能力呢 就是保护力跟凝聚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有一些活动 就找人找不到 没有人要来参加 我告诉你 你找巨蟹座就对了 因为巨蟹座他很擅长 自己人的经营跟管理 你可能请他来 他就说好 他就帮你带来他的家人 好朋友姐妹他都来了 马上就凑足人了你知道吗 所以遇到危机的时候 因为巨蟹座他很懂得经营这些 他自己的小团体小关系 他自然然的他会凝聚大家 比方说大家觉得公司快倒了 怎么办要走了 诶巨蟹座他只要愿意待下来 他就会去开始各个安抚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 大不了只有一起走 但是之前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他会凝聚大家的心 那么今天呢如果呢 我们想像成一个打仗 或者是真的是 世界末日僵尸来临的时候 巨蟹座可能就会找一个地方 当城堡 然后堆一些障碍 然后呢 让大家都可以安心的住在里面 不要让别人进来 所以如果你有看movie的朋友 你就会想想那个门口的警卫 在那个校园门口当警卫的 那个角色 他就有那种什么巨蟹座特质 就是我在围记的时候 会保住我应有的 这个环境和条件 再来是试作 试作呢 他具有两大的能力 一个是创造力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画龙点睛的这个吸睛力 当然我觉得如果对应到 那个电影movie呢 他有点像那个闪电侠有没有 透过那个表演 让大家都注意他 透过那个表演 让大家觉得 哇 人间还有希望 透过那个表演 会忘记现在一些事情 试作他特别能够 让平凡无奇的事情 有了亮点 有了有趣的事情 比方说 今天公司大家又觉得快倒了 这个 这个薪水也很低 对不对 老板也不知道干嘛 想要走很危险了 可是试作只要愿意待下来 他可能会领导大家 我们应该先做什么 或者是一个产品卖不出去 他可能就想 嗯 这个产品它的亮点在哪里 我们应该包装它成为什么 好 他很会抓重点 下标题 所以试作那个创造力是非常棒的 而且他会知道 你美在哪里 我们应该把什么样美好的东西拿出来 让别人注意我们 即便他平常安静 但是试作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再来看到的就是处女座 处女座呢 它基本上有很棒的辨别力 就是从看起来好像差不多的事情里面 找到它的差异 也许你买两个东西感觉 嗯差不多啊 但这个怎么比较贵 处女座可能摸一摸文艺文艺 告诉你这个职材比较好 这个弓比较细 哪里哪里 它有很棒的辨别力 所以如果你对应到moving这个影集 他就很像里面男主角的妈妈李美贤 好没有开那个南山猪排店的 他有超级超强的五感力 就是他看事情或听音乐听事情 听人家讲的话 好藏东西 他可以辨别 辨别有什么好处 就是当有很大危险的时候 第一个大家不知道错在哪里 哪里有问题 他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 一层层追找到然后解决他 那同时呢一件事情 如果要去做修正 那因为处女座够细腻 他就可以把每一件事做得很好 这个是他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呢 能够处理的特别好的事情 那再来呢是天秤座天秤座 那么这个星座它有非常强大的连结力 还有呢和平和谐的能力 什么是连结力呢 刚才讲过处女座是什么 同中求异 看起来差不多的事情 他们能够辨别出啊 品味出不同 那么天秤座厉害之处呢 他是能够在不同的人事物里面 他会想到办法让他们平衡 比方说两派人在吵架对不对 来到很大的危机的时候吵架 那也许天秤座就可以变成第三人 让他们怎么样 面对面的沟通协调 然后当一个中间人把大家搞定 或者是他发现 怎么这个部门这样做不行 那个部门这样做不行 可是他们缺乏沟通合作 天秤座出来 把他们连在一起 这个事就搞定了 那什么叫和平呢 当然你会想到就是说 哎呀这个人和万事兴嘛 大家能够好来好去 这是一种 但是你会发现身边常常会有一些 天秤座的朋友 他非常厉害是善于以战逼合 如果你不这样敢 那我就走了 如果你不要这样做 我就不要了 他其实还是希望跟你合作的 可是他知道运用一些方法 让你可以跟他怎么样达成共识或平衡 所以这个是天秤座 非常非常棒的能力 我觉得如果你有看moving的朋友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 这个男主角的爸爸 金斗植他在谈爱情 或者保护妻子的那些小小的片段 我觉得是有那个味道的 再来看到天蝎座 天蝎座呢 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星座一定不陌生 其实他跟一般人一样 遇到危机的时候 会难过会伤心会愤怒 可是天蝎座有一个好处就是 危机就是他的转机 因为当他想要活下来的时候 他的意志力非常坚强 而且呢斗智惊人 所以他们有非常强大的翻转力 或者是说这种重疾的能力 一个是他可以起死回生 一个呢是什么呢 他如果被你逼到墙角 他在攻击上面会非常非常的强 这有点像是moving里面 那个男主角的同学 李强勋那个班长 就他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还有那个速度力 所以呢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天蝎座往往他可以先嗅到 那个危机 他就开始观察了 那么像那个班长 他就开始偷偷的保护着他喜欢的女生 在后面注意到他 然后在重要的时候他叫出手 而且呢绝对不轻 那你会看很多的这个领导人物 在这个领导企业的时候 可能一个企业快倒了 或股价很低 只要天蝎座的领导人一进去 可能几年后就翻倍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天蝎座 再来是射手座 射手座呢 我觉得他有非常强大的 恢复力再生力 以及呢飞行力 什么叫恢复力再生力呢 就是他也会跟大家一样啊 失恋啊 伤心啊难过啊挫折啊 可是他恢复的快 为什么 第一个他乐观 第二个呢 他能够看事情的好的一面 还有呢他永远看向未来 当你的着眼点在未来而不是过去 那当然你就会比较能够放得下过去 更重要的是 这个射手座呢 往往会喜欢看比较高远的事情 那或者是他会比较怎么样 把自己抬高 提高身价 或是抬高自己的格局去看事情 那你看我们平常看一件事情好像很大 如果你坐飞机 你坐火箭 上太空 你再往下看 这些事情是不是 就是人啊室啊房子小的跟蚂蚁一样呢 所以这个能力就是一个飞行力 因为你要飞得更高 你要站在未来的角度看现在 你就会觉得问题不大 那其实像moving里面 很多的特异功能的人都什么 再生力 他不是不会流血受伤 但是他很快就好 很快就好 可以马上站起来 就再继续奋斗跟打 对不对 那自然而然 他的成功机率就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 遇到困难的时候 这个射手座的好处就是 他很快的可以再站起来 礼拜礼战 再来呢是摩羯座 摩羯座呢我觉得呢 它的本质有一点黑色幽默 但是它最强大的就是呢 承担责任的能力 还有呢那种苦行力 比方说呢 如果你看moving的话 你就会看到那女主角的爸爸 他开了一家炸鸡店对不对 他说呢 就算死了也很新鲜 新鲜炸鸡店 你会觉得这个slogan还蛮黑色幽默的 但是呢 如果你了解他的故事 就会发现说 他也是很辛苦的面对生活 但是一旦他愿意承担了这个责任 那后面事情就轻松了 因为摩羯座它最厉害的那个翻转例就是 他承担 他一旦承担 他再苦他都觉得不苦应该的 而且因为他本身有一种黑色幽默 所以他有的时候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事情 然后找到一个切点 再去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呢 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就可以再往下一个地方进行 所以我觉得 如果当大家遇到很大的困难 摩羯座只要心态改变了 只要接受现状了 他是可以承受的 他承受了 他臣服了 他就有办法往前走 这个是摩羯座非常厉害的地方 他往前走不是就投降 他还是会发展他的创造力 再来呢 我们看到的是水瓶座 水瓶座的最大的这个超能力 第一个就是什么 超燃力 他可以跟每个人一样好 也可以跟每个人一样不熟 他即便跟你在熟 遇到事情的时候一码归一码 他比较没有怎么样 人情的包袱 或者是说他遇到危机的时候 他可以比较分得清楚一些事情 他比较不会被情绪勒索 他觉得他该走就要走 虽然也会有一些纠葛 但他真的要硬起来的时候 他是可以六亲不认的 这件事情 对于他在面对危机的时候 是非常好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巨大挑战的时候 就是放不下嘛 就是顾虑这个顾虑那个嘛 切不割不下嘛 他可以 再来呢水瓶座有非常棒的冷静的能力 所以当很多事情大家很慌乱的时候 他比较能够冷静下来想事情 因为他很理性 他不要不会受到太多干扰 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双鱼座 双鱼座呢 他在这个超能力上 我个人觉得他有一个很强大的透视力 跟渲染或是渗透力 比方说一件事情 其实他们往往很快就会看到 人的背后的那些需求跟情绪 有点像是这个moving店里面 洗头店老板 他一下就看穿 那个墙壁后面的人在哪里透视力 可是他透视不代表他要马上行动 这个双鱼座他有一种 能够感知 理解 透支别人的那个心理的那个能力 再来呢 他有能力改变一个人 可是他不会强的 他是用这个比较柔软的方式 比方说他就跟你聊天 倾听 再跟你分享一些美好的事情 慢慢的软化你 好像水有没有 可以渗透 可以软化一些东西 一个东西可能很硬 可是泡在水里很久 它就会软化 所以双鱼座有那种 它可以慢慢的改变别人 慢慢的渗透进去 影响你的那个能力 那个是双鱼座非常强大的 这个超能力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跟大家想要分享的十二星座 我认为呢 很不错的这种超能力 希望呢 大家都能够把这些能力 发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有心 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超人哦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次再见